你们觉得这个感情需不需要讲这个门当户对啊 叔叔孩子们 你们觉得如果两个人喜欢的话 需不需要考虑这些 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不会考虑这些叔叔孩子们 那我是想 我是想我自己能变得好一点的时候 我再去见你爸妈 这样的话 我也会更自信一点 那我 那这段时间咱们短期之内 然后你就好好学习 好好成长 然后过一段时间 过个一段时间 咱们去我家里见一见我家里人好不好 小枫 叔叔孩子们 你们觉得好不好 你们觉得好的话 我就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带小枫去见见我家里人 叔叔孩子们 那你要等我 等我发工资了 你发工资干嘛呀 我 我要给你爸爸妈妈我带点东西 你带点东西啊 你想带什么 我还没想好 我还在想 你现在都想着 都想着带东西了 那我不能直接直接去吗 我得带点东西 好 行 那到时候 到时候 行 那小凤 你到时候你看一看 叔叔孩子们 小凤都想着带东西 然后去看看我家里人了 说明小凤他已经提前有心理准备了 是不是叔孩子们 小凤提前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心理准备好了 我觉得是好事啊 小凤 我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也聊过你 说你是一个特别 特别 特别善良 特别孝顺 特别懂事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呢他们 他们知道你 他们知道你的 他们也夸你了 也夸你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见到你 然后我就想着说 让他们见到你以后 第一次能留一个好的印象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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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叔孩子们 就是如果说第一印象不好的话 后面的话可能就很难去改变了 尤其是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好的话 那就后面都好说 是不是叔孩子们 咱把这个站在点起来 叔孩子们 我把这个链接给大家再谈一下 叔孩子们 你们还没有那个 有没有预约的 你们可以预约一下 然后 对 我觉得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 因为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小凤 他现在吧 还是说在事业上面 还是 就是空白了一些 但是我觉得 没关系 就是上班了以后 能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慢慢的自己在工作当中 循序渐进的去成长 我觉得也是很快的 很快的 是不是叔叔阿姨们 小凤还需要一点时间 还需要一点时间成长起来 谢谢叔叔阿姨们 谢谢叔叔阿姨们 小凤 那 你答应小迪哥一件事好不好 什么事啊 一直陪在小迪哥身边好不好 我们俩是互相陪伴呀 好 好 天天的恋爱轮到我了 是不是阿姨们 这个画面 我好像以前 在梦里出现过 是不是阿姨们 我之前在梦里 好像出现过这种画面 就在一个小公园里 和自己喜欢的 喜欢的女孩子在一起 然后特别幸福特别开心 这一幕 这一幕 我好像在梦里出现过 是不是阿姨们 我感觉我现在很幸福 是不是阿姨们 我感觉现在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幸福 小凤 小凤你别紧张啊 到时候你去见我 家里人你会不会紧张 我觉得肯定会紧张的 因为我 我想让他们 能对我有个好印象 但是我又不知道 具体 具体该怎么做 我可能到时候会紧张 没事的小凤 不用紧张 我爸妈他们都不会 对你怎么样的 说完门链接 给大家再谈一下 在下面啊 你们看到了吗 在下面链接 我给大家谈了一下 他们吧 怎么说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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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啊 他呢 是一个比较 比较上进的人啊 他也是这么多年来 一直比较努力啊 现在 他也是从 我爸爸也是从这个农村啊 这个 打拼 然后来到了城市里 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的 啊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 你不用担心啊 嗯 就我爸爸的起点也很低的 但是呢 他成长得很快 然后呢 现在在城里 现在自己就做得很好啊 自己做得就很好了 所以说跟你的情况 我觉得是一样的啊 我觉得是一样的 小凤 不要紧张 不要紧 我会好好努力的 没看到预约吗 在下面呢 我给大家再谈一下 你们没看到预约吗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们 我们13号下午6点啊 下午6点跟叔叔阿姨们聊天见面啊 哦 对的啊 我有个姐姐啊 我有个姐姐 我还有姐姐 姐姐的话在上海呢 姐姐在上海呢 想不想见我姐姐 要不 你要是见我爸爸妈妈害怕的话 你要不先见一下我姐姐 见你姐姐啊 嗯 你姐姐喜欢什么东西啊 我姐姐啊 我姐姐喜欢什么东西啊 嗯 这个我好像 我好像还 还真不知道哎 他平时 我姐姐是老师 他平时也比较忙 就是经常 上课啊什么的 都是在上课什么的 啊 我姐姐平时都是在上课 在忙 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吧 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吧 要不你先见见我姐姐怎么样 嗯 来往姐姐见着你 好 嘿嘿嘿 嗯 那你姐姐会会 会 会 嗯 还比较喜欢我吗 我姐 嗯 我姐的话 应该会 喜欢你的 我姐应该会喜欢你的 我姐她是属于 怎么说呢 她是 她是比较喜欢 她是比较喜欢 懂事的女孩子 啊 我觉得她应该会喜欢你的 嗯 我姐知道啊 我姐知道 我姐问我了 问我最近怎么样 说我在忙什么 我说我最近谈恋爱了 然后跟一个喜欢的女孩 在一起呢 然后我姐呢 她就问我是 哪个女孩 然后呢 就要看照片嘛 然后我就把照片 给我姐发了过去了 然后我姐就看到了以后 说这个小姑娘 长得很漂亮 说一看 她的这个 面相就比较善良 然后就是一个 好的女孩 然后看着很 看着很善良 很懂事啊 然后我说 对我说 她是特别孝顺的啊 她从小就一直 照顾家里 然后 嗯 一直在 嗯 就是 帮着家里啊 然后 我姐就说 有机会的话 可以见一下 然后我姐其实也想 也想见见你的 我姐想见你的 要不我们抽个时间 找个机会 然后 先跟我姐见一下 怎么样 嗯 然后 然后我当中 我给姐姐 带点东西 什么的 哎 叔叔阿姨们 你们 觉得 先见姐姐好 还是先见 我爸爸妈妈好 你们如果觉得 先见我姐姐好的话 你们打个一 你们觉得先见 我爸爸妈妈好的话 你们打个二 我看你们是觉得 先见姐姐好 还是先见 爸爸妈妈好 啊 你们如果觉得 先见我姐姐好的话 你们就把一打出来 好不好 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先见 姐姐好的话 先把一打出来 我姐的话 比我大了 有四岁 啊 我姐的话 比我大了 有四岁 啊 你们要觉得 先见 我父母好的话 就打二 啊 觉得先见 我姐姐好的话 就先打一 啊 就打一 因为我觉得 我姐 因为我觉得 嗯 我姐她比我大四岁 嘛 然后 如果说 姐姐有一个 好的印象 是不是 她 她这个家里人 问了以后 她也会跟我爸爸妈妈说 你怎么怎么好 是不是 啊 是不是 叔叔阿姨们 打一的都 还是打很多呀 打一的比较多啊 打一的比较多 对 就是我姐的话 她到时候 能多一个人 帮我们说话 是不是 能多一个人 帮我们说话 到时候就是 呃 我我姐 是吧 她三个人 三个人 帮我们说话了 是不是 三个人 小凤一个 我一个 我姐一个 是不是 我们就三个人了 哎 对 嗯 想想我还挺开心的 想想我还挺开心的 我姐的话 她是比我大四岁 她是 她是我们算是 对 算是同龄人吧 也是比较 也是比较那个啊 也是比较 开明一些的 比较开明一些的 嗯 要不就先见姐姐吧 先见姐姐 嗯 嗯 等 等过几天吧 因为现在她可能 还在 还在 上课啊 还在 她平时都比较忙了 平时她可能要给 上课啊 等她 扔个 扔个正反面 是吗 这个 这个不用吧 我觉得就先 要不先见姐姐好一点 啊 因为姐姐离的也比较近一点啊 姐姐离的比较近一点 嗯 因为 爸爸妈妈离的稍微远一点啊 姐姐离的也近一点啊 嗯 要不就先见姐姐吧 嗯 我跟我姐说一下 说了 你们点预约了吗啊 还有没点预约的 你们可把预约点一点啊 我把链接给大家再谈一下 啊 你们没有预约的话 可以预约一下 我把链接再给大家谈一下 叔叔阿姨们啊 咱们把链接给大家谈一下啊 叔叔阿姨们 我们13号下午6点啊 跟叔叔阿姨们聊天 跟叔叔阿姨们见面 是的 带小枫去个 去个 去个地方啊 带小枫去个地方 我都不知道是哪里 小弟哥弄得好神秘啊 哎 看不见预约 怎么会呢 我再给大家谈一下 现在看到了吗 啊 我又给叔叔阿姨们又谈出来了 看到没有 在下面啊 在下面啊 只看到小枫 没有看到小迪呀 呃 小迪也露过好多次脸了 小枫那你给 那你给叔叔阿姨们拿着 让他们看看小迪 哦 让他们看看小迪 不丑 叔叔阿姨们看见了吗 不丑吧 嗯 呃 13号下午6点钟 好 13号下午6点钟 是不是有点背光 行吧 可以吧 呃 不背 哦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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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们这个应该不背光吧 叔叔阿姨们看到了吗 我是小迪 叔叔阿姨们 应该不背光吧 嗯 好的 叔叔阿姨们 还有应该都见过我了啊 应该都见过我了 还有没见过我的吗 应该没有没见过我的吧 应该基本上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基本上大部分都见过我吧 是不是叔叔阿姨 你应该都见到小迪了吧 嗯 小迪哥 叔叔阿姨们 都都夸你很帅 哈哈 应该都见到我了啊 应该都见到我了 呃 叔叔阿姨们 约约在在在这个下面啊 这里啊 这里这个位置有没有叔叔阿姨们 叔叔阿姨们再弹一下 这个哦 我重新给叔叔阿姨们弹了一下 叔叔阿姨们再点一下 叔叔阿姨们我们时 5月 啊不是5 哎5月5月13号 13号的下午 下午6点啊下午6点 嗯6点的带小凤去个地方啊 带小凤去个地方带小凤去个地方 带小凤去去 去哦哦那个没有的叔叔阿姨们 呃你们可能是已经约过了哈 啊没有的话可能是约过了 啊没有的话可能是约过了的 对 给大家谈一下 如果你们看不到的话 没有的话就是已经约过了 是的 是的 嗯 小凤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小凤哥了 嗯 哈哈我一下没有想好 没有想好是吧 好行那就那就不问 想到了再问啊想到了再问 小凤穿那边的奢族的衣服漂亮是吧 啊小凤的奢族的衣服带过来了啊 改天给叔叔阿姨们再穿一下 改天给叔叔阿姨们穿一下 哦不是 叔叔阿姨们咱们家的叔叔阿姨们都预约了吗 咱们可以预约一下啊 是的咱们可以预约一下啊 是的小踢哥他说带我去个地方 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有点好奇 嗯 我问他他也不说那只能等那一天了 到时候带叔叔阿姨们一起去 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期待一下哦 像兄妹啊 我的叔叔还没说我们像兄妹 会会吧 你长得比较像吗 长得比较像吗 走吧小分我们再走一走 走走我们再转一转 等一下我们就回去了 等一下就回去了 跟叔叔阿姨们去聊聊天 叔叔阿姨们你们 你们可真会 真会开玩笑 叔叔阿姨们说我们去领结婚证 哈哈哈哈 那是不是太快了 是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太快了 太快了太太着急了 太着急了 嗯 再给叔叔阿们谈一下啊 叔叔阿们咱们可以把站站点一点啊 那个按住不动他就 他就他就可以了啊 有的是需要点连着点呢 有的是需要多点几次的 有的是按住不动就可以了啊 嗯 欢迎新来的叔叔阿姨们 新来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啊 大家晚上好啊叔叔阿姨们啊 好多叔叔阿姨们还不了解我们的故事的啊 不了解我跟小凤 小凤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啊 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 看一看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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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啊 你看看我们的视频就知道了 小凤哥那小心一点啊 那边空了 你小心一点 好没事 哎 就在这边过来的 我们这边好像有点黑油吗 那就往那边亮 没有我们可以回去的 那边那个他们那个 已经跳完了 没那么声音没那么响 好 嗯 小凤身高多少 我身高 我身高 181 181 叔叔阿姨们 小凤的话是165 啊 我是181 叔叔阿姨们 身高 181 算不算矮 算不算有点矮 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181 矮不矮啊 小D520 没有 我那个 还有预约的是那个521吧 521吧 啊 521 还有一个是521 叔叔阿姨们 那个是521 5月2 5月 5月21号啊 你们也可以预约一下啊 你们也可以预约一下 5月21号 嗯 算高的啊 181算高了 嗯 小凤哪天 带你来这边 跟他们一起跳广场舞吧 好不好 哈哈 你跳过广场舞吗 我没有 你会跳吗 我我 我 我可以跟他们学 下次那我跳广场舞好不好 你来拍小迪哥 然后我来跟那叔叔阿姨们 这边的好多叔叔阿姨们跳广场舞好不好 好 好 但是跳广场舞他那个音乐很大 可能就听不见讲话了 是的 可能就听不见了 没事 到时候我就跳就行了 那那个叔叔阿姨们啊 你们还有没点预约的吗 你们 你们 你们要没点预约的话 我们就 我们就 给大家再推送一下啊 给大家再 再谈一下 然后小凤我们 等一下就回去不 那我们就给叔叔阿姨们 等一下说 说再见了 好 小凤听民族舞一定好看 小凤 对小凤他 那我下次穿那个我们民族的衣服来 是的 下次穿民族的衣服来 过来跳民族舞 下次穿民族的衣服来跳民族舞 下次我给叔叔阿姨们跳广场舞看啊 我 下次我就给叔叔阿姨们跳一跳 扭两下 叔阿姨们你们点预约了吗 我再给大家谈一下 我们就等一下就下播了 叔阿姨们 我们下次我们下次再跟叔叔阿姨们见面 对再跟叔叔阿姨们聊啊 明天还会 差不多还是这个时间啊 跟叔叔阿姨们还会聊天的啊 明天这个时间再给大家开播啊 明天再给大家开播 小凤你这个 头发有点挡住了 有点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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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 这个 呃 没有看到预约的可能是因为你们已经点过了 已经预约过了 所以没有看到啊 没有看到预约的是已经预约过了 给大家再谈一下啊 嗯 现在有了吧啊 叔叔阿姨们啊 我们准备就 就就就就就就回去了 叔阿姨们拜拜 嗯 小凤跟叔叔阿姨们说的声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叔叔阿姨们 拜拜叔叔阿姨们 拜拜 下次再见 明天明天我们明天 明天再见啊明天 好的好的已约哦拜拜 拜拜 拜拜 小凤 小凤 笑的好可爱啊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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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